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Coinite 我们社区四座全网KOL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 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篮信息 好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比特币昨天的行情 昨天做完视频之后 比特币就直接突破了50,700我们说的那个关键压力位 直接冲到了52,000 在今早刚刚的时候 最高冲击到了52,545 离柳一通柳大说的52,870不远了 只差300点就达到了 用我们社区指标图来看 比特币目前在小通道之下 在大通道与看转看电风格线之上 柳大喊52,800喊了几个月了 我们一直等着这个时候出现 比特币既然走到这里 我个人认为到达53,000问题不大 那接下来比特币几时到53,000去呢 上方的压力位在哪里呢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Jason 他在昨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说 大家早上好 这是疯狂的PA 我没有时间做LTF分析 但目前要注意以下四个主要级别 他说的第一个压力位是50,790 目前已经突破了 下一个压力位是CDW 52,147 目前比特币就在这个压力范围之下 已经向上突破了一次 现在回来了 下一个压力位是54,175 最上面VH对应的价格是56,012 所有他说 老实说 我完全没想到会这样 所以我的总体计划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位于50,800附近 周线加D加NPOC区域 这是目前的关键支撑位 我们可以再回测时 在此做多 或者如果我们在看跌回测时 失手该水平 我们可以做空 注意52,147可能的CDW 下一个主要HTF阻力 是宏观区间的VH 好 这是Jason的观点 相当于50,790 那个地方 现在已经变成了支撑位 如果跌破的话 可以在那里做空 不然的话 比特币就会继续向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Jason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风哥 风哥在前天的时候 给了一个比特币的多单 48,900开多 止损48,000 止盈待定 随着昨日的时候他说 任何时候 当订单开始浮营时 都要做移动止损 或部分止盈的动作 如果是长线计划 那么就需要一开始调整好 杠杆倍数和保证金比例 接着在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 49,800全部获利出局 然后马上他又给了一个 比特币的多单 入场价格49,400 止损48,400 止盈待定 然后比特币上涨之后 他又给了一个 50,500比特币的多单 补仓位置是5万 止损49,500 止盈52,500 相当于这单刚刚已经止盈了 随后他把止损改为开仓价 接着在昨晚7点钟的时候 51,500获利出局 随后他又给了一个 比特币的限价多单 就是挂单 这一单相当于没有挂到 接着在昨晚11点钟的时候 他给了一个比特币的做多 限价51800 止损50800 止盈53,000 好 这是风哥的报单 风哥追趋势真的非常猛 他一旦看到多头趋势 就是不停的开单 并且方向也是不变的 这种打法很像百家乐的 过三关是吧 就是看准了之后 连续三单重仓 就可以赚很多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风哥的报单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图表冠军 他昨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说 月度VWAP上升势头良好 成为支撑点 他说的VWAP对应的价格是 49972 相当于就是5万那个地方 新的NPOC也是如此 随后他给了一下他的交易计划 他说 他仍保持着较高的低点 我预计较高的目标 仍然会被击中 比特币每日计划 背景从5万心理数字区回调 我仍然看涨 并预计将触及更高目标 多头回撤至 47200美元VAL加POC区域 44000美元VAL加NPOC支撑区域 空头的话 50700美元1.618延展区 加周线加CC顶部 整体区间VAL的54600美元区域 我仍在做多 并为我的更高目标感到寒心 不参与任何空头交易 并期待比特币周线回落 相当于Daniel认为 54600那个地方是一个关键阻力位 所以他说 目前周线上没有看跌反应 因此没有空头交易 期待走高 如果我们输掉周线 我就会做空回撤 所以在昨晚10点钟的时候 他说 周线仍然没有看跌反应 所以不能开空 期待更高价格 好至图表冠军Daniel的观点 他一直让大家不要开空 他认为只有周线跌破了才能做空 目前的多头趋势依然良好 下一个阻力位是区间VH 54600那个地方 如果到了那个地方的话 柳一东柳大说的目标也就完成了 这波上升浪就可以说结束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Daniel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WWG的交易策略汇总 就这种行情 狗来了开单都能赚钱是吧 只要是多单 那我们随便挑几单看一下 伊丽子在昨天下午6点钟的时候 给了一个LOM的多单 现货单看多到0.186 开单价格0.096 LOM目前价格是0.100 这个币并没有涨很多 随后REGEH给了一个UMA的多单 开单价格4.27 最终只因为5.91 UMA目前价格是4.63 差不多百分十几的利润 随后他又给了一个RIF的多单 开单价格0.158 RIF这个币还不错 现在已经涨到了0.204 接近快30%的涨幅了 这个币找的确实很不错 随后伊丽子又给了一个SUSHI的多单 开单价格1.20 SUSHI目前价格是1.22 还好这个币找的很一般 接着REGEH又给了一个SATS的多单 开单价格0.000474 目前这个币的价格是0.000477 接近10% 我发现REGEH的报单还不错 随后WATS和约翰给了比特币的限价多单 PAST给了一个ETH的多单 接着在今天凌晨4点钟的时候 PAST给了一个MANTA的多单 开单价格2.988 这一单还不错 有5%以上的利润 目前价格是3.095 刚才最高涨到了3.16 随后他又给了一个GUP的多单 开单价格0.53 目前这个币的价格是0.528 因为这是早上8点钟的报单 目前还没怎么涨 随后在刚刚10点半的时候 REGEH给了一个CAKE的多单 开单价格2.79 CAKE目前价格是2.83 刚刚给完单就涨了这么多 看来我们以后要重点关注一下 这个金牌分析师 他报的币看上去质量都还不错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WWG的交易策略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智哥 这个在昨天上午8点钟的时候说 昨天ETH怒展100点利润 持续为智粉盈利超过150万美金 60%比特币 15% CAKE 10% ETHI 5% SIRLY 5% DINO 还有5%做合约 上面是我的现货仓位 有任何变动我会通知大家 现货等风来即可 比特币破10万美元钱 不用太多关注 大资金布局现货死捏 小资金参与合约跟单即可 好这是智哥的观点 他60%的仓位是比特币 最近肯定赚宝了不用谈 刚才我给大家看到CAKE这个币 占智哥持仓的15% 也赚了不少 总体来说智哥最近状态很不错 带会员盈利已经超过150万美元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智哥的报单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区块链狙击手VB 他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说 方案A继续做空 就是跌破5万 对于短期计划 比特币必须迅速升到5万以上 并降至4万1 然后进行SFP B计划是如果一分钟线保持在5万以上 它可以缩小 它可能会冲击5万7 因为这上面没有阻力 所以不能开空 只能开多 好这是VB的观点 相当于VB认为 比特币5万2000之上 没有阻力位 如果这里强势突破的话 它看5万7 但是我建议还是用Jason的观点来看 一层一层的看 下个目标是5万48 一步一步的来 好这是VB的观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B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多军的力量和空军差不多 装甲跌回5万1 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爆完 多军量能最高有1.8M 装甲涨到52,800区 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爆完 空军量能同样只有1.8M 都不算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爆仓图 在目前的价格附近 多军和空军量能都不多 在48,000那个地方的 多军量能接近有2.6M 43,000多军的量能 差不多有2.2M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 以太坊我们前天好玩之后 果然就涨起来了是吧 OPTI开多的人 比开空的人要多 装甲跌回2720 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爆完 多军量能最高有2.1M 装甲涨到2830 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爆完 空军量能最高只有1.6M 果然以太坊不涨了是吧 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说的时候 是2,400多 刚刚2,500出头 这都涨了300点 有多少小万吃到了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的全局爆章图 在目前的价格附近 同样没什么人开单 多军主要集中在2,500附近 量能的话也只有1.4M 不算多哦 整体来说 这波涨幅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是吧 柳一东柳大喊的5万3 也喊了几个月了 终于要到了 5万3之后 如果情况很好的话 有可能能涨到6万 但是这波涨幅结束之后 就会有一波回调 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好 今天的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实施爆端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